一個球隊的成功 不是靠一個人 然後一個團體相當的重要 將來要經營一個家庭 或是要交易下一代 一定要秉著足球的精神去 去享受運動 要享受教練 我名叫陳光雄 生長在台南市 台灣台南市 一直喜歡體育 從小就接受到 因為家剛好住在那個球場的旁邊 耳濡目人就是看球 然後我七歲的時候 就過小五六年級 我就開始踢足球 小學裡面的足球是受到哥哥的影響 他們都是也喜歡踢足球 也是校隊 那個時候爸爸媽媽就不喜歡 那時候要踢球的話 鞋子都要藏在那個四棒裡面 所以我非常的辛苦 然後到了這個高中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叫初中 長榮中學是一所教會學校 他對足球特別有興趣 全校裡面幾乎都是在踢足球 在出餐的時候 我就越級打高中的球隊 然後就保重到四大體育系 在這個四大的四年是有環境時期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就代表國家 參加一連串的這一個國際賽 那時候非常地辛苦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訓練沒有上回到 然後四大的課程又相當地嚴格 相當地緊湊 那時候代表國家都是香港的球員 因為你要參加決賽 必須從一賽開始 一賽拿到冠軍 你才能夠去參加決賽 後期選手到轉換到教練這一段時間 老師在這個時期拿了不少大獎 最後他是選擇回饋到教育 那我們也知道教育 尤其是男師未來都是培養一些教育的種子 陳老師一直說我們這一屆的學生是非常幸運的 因為我們是男師第一屆足球保送生 是整批從國外踢冠軍回來 然後教育廳特地開了一個班級 讓我們整批的球員進到台南師專來救度 我們剛進來的時候 他是我們導師 他只有大我們12歲而已 其實講真的 他看起來就像我們的哥哥一樣 他對我們這一班真的很照顧 而且我們是他帶著第一屆的學生 進來的時候 我每天訓練那個五專生很辛苦 為什麼呢 從不會踢球 而且已經到了高中 腳都硬起來了 都已經沒有辦法了 所以那時候我下定決心說 好 我去來試試看一看 他對事情非常的堅持跟著走 而且對他要求的事情非常的嚴謹 一定會達成 早上說六點練球 他可能五點五十就到球場了 永遠都比選手早十分鐘左右 他以身作折 每天就在前面那個足球場 很認真的去訓練 訓練不是那麼緊張 我發現從不會踢球 到會踢球 你看到我畢業了 那時候我就特別選了 一年級學生 我希望他們在五專族 到了四年級就能夠表現 然後呢 我認為他們的基本動作不好 可是他們的體力 他們也很耐操 我們的訓練 第一個 一三五一定要跑到安平 安平古堡那邊 從這個地方 然後這樣訓練下來 到了四年級的時候 成績非常的好 年系 兩年或是三年都冠軍 四專的這個時代裡面 我已經達到我的目標 就是要把它拿到全國冠軍 接下來 你這個在土法練功 或是怎麼樣 不進步的話也不行 所以那時候 我要當國家代表隊教練 所以那個全國足學說 你一定要去外國受訓 我們請了一個系的教練 到台灣來代國家代表隊 我就跟他聯繫上了 他說好 你到這個 我們這個 專門在青年 那個訓練青年軍的那個 那個足球班 他跟我講 在裡面的話 你一定要一個月的受訓 然後再半個月的 在他們職業隊裡面去見習 回來的時候 我第一個目標就是北門高中 北門高中是從國小到國中 都是拿全國冠軍 然後到高中 他們知道我回來 那時候我是當國家代表隊教練 他就聘請我到那邊 去當教練 我就把系統那一團拿過來 結果在全國高中組 他們二年級的時候 就拿到全國冠軍 那個時候我早期的話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要如何去徵集到保重生態 這是我要做到的 第二個行政方面 我一次發現說 我們沒有體育系 教練只是把球交好 行政的話是怎麼樣 是全體性的 這一點相當的重要 這是我在學校 你們剛才講過的 不是要保重之外 第二個就是如何去轉型就對了 因為有些學生 提議主學生是去 要去大學裡面去當教授 他們講說你不是黑啦 你做你啦 你們懂什麼 因為你去的學生比人家少 用這一點抗議 有一個同學到屏東大學 已經校長口試完之後 就堅定用他 結果那個第二名就抗議他說 他的學運勢不夠啊 他系這一系怪不 不完全啊 為什麼他學運勢太少啊 回來跟我講 我講說這樣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民國八十幾年 我第一個目標是 我們要把戲 把那個組改成一個戲 我就跟學校去吵 其實要成立一個戲 是很不容易的 除了要有四肢充足 那還要有不錯的成績 那因為陳老師他 他長期對體育這一塊 其實是琢磨很深的 然後他因為也常常到 其他的地方去擔任那個 體育的仿視委員 所以呢他覺得有必要 學校有必要成立這個體育系 讓學有專長 對體育有興趣的孩子 可以在這邊學到更專業 更專業的技術 所以陳老師真的在台南 台南大學真的是功不可沒 他那時候已經六七十歲了 對其實是可以退休好好的享福 但是他覺得有必要讓體育系存在 所以他一直在付出一直在努力 這是我非常敬佩陳老師的地方 我非常佩服他對體育行政 體育風氣球類各種運動 他的一個推廣的使命 老師經常會跟我們講說 你們以後到學校去教書的時候 你們既然學了足球 希望你們到基層學校去 也能夠好好的把這個學校的運動 風氣帶出來 我們在踢的時候他也是跟我們一起玩 像我現在也是我在學校那邊 我是跟學生一起玩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一點我受他的影響很大 因為你這樣跟學生一起玩的時候 學生的售後比較多 他會看我們的動作 看我們的跑的位置怎麼樣 然後對他的球技什麼都會有進步 老師讓我的印象是 除了教導我們球技以外 他對於學生個人的學業還有品性相當的注重 他認為一個運動員不只是你的球技你的體能要好 你的學業是要堅固的 你的品性也非常的重要 回想起來真的是無微不至 真的 不管是在生活方面然後科學方面什麼的 或是真的我們同學有碰到什麼難題的時候 他都會很盡力幫我們解決 當初老師他真的是把我們當孩子一樣在照顧 在教導我們 所以呢我們跟他的互動一直都非常的好 那他也是一直以來也都是這樣子對待他的學生 當時撒下種子 撒下種子以後讓他到各縣市去問一下 就是學生畢業以後分化到各縣市 然後本著那個他的專長 然後他的對教育的主軸 然後去培育很多選手出來 分到到哪裡我都一樣 我就找到農務省省去去推廣 我希望後輩的這個老師呢 一定要怎麼樣 第一個一定要想辦法去成為體育學員 第二個一定要有職業的 這是我要求我們現在全國 這個體重一定要這種概念 不要只管研究 只管教學 把我們的這個體育打開一點 足球員必須怎麼樣適應任何的氣候 我覺得 越挫敗的話越勇 在我的教育理念就是說 足球是一個團隊 他有很多很多很愛他的學生 我想要告訴陳老師的是 在我少年時代 感謝你的體系跟教導 讓我認識了足球 享受了這個足球運動的樂趣 這輩子因為有他 我做得非常非常的順遂 也非常的愉快 對 對 這項順遇 因為老師白說真的謝謝 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